现在讲金刚经 这个 西佛陀讲的 是真 是实相者即是非相 事故如来说明实相 是真 我今得闻如是经典 信解受除 不足为难 若当来世 后五百岁 岂有众生得闻是经 信解受此 世人既为 地义稀有 何以故 此人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则相 所以则何 我相 即是非相 人相 众生相 受则相 即是非相 何以故 离一切诸相 是明诸佛 这是西佛陀讲的 好了 我今天讲 信解受词 已经讲过了 世人既为第一稀 第一稀有 第一稀有 这个第一稀有 也就是说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则相 是第一稀有 能够信解受 持 是第一稀有 释迦牟尼佛 讲出来 这个经典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则相 为什么是第一稀有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教主 是这样子讲的 释迦牟尼佛讲 无人相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则相 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很多 当初罗马帝国 当初罗马帝国的时候 他们所相信的 是西方的教会 这是现在 在罗马的教庭 罗马教庭 是属于西方教会 东方 也在罗马帝国 有一个东方教会 东方教会 跟西方教会 到最后越走越远 西方教会 就成为现在的教庭 皇帝干 有教宗 东方教会 就是东正教 就是东正教 东正教是在土耳其 它的重点在土耳其 跟希腊 罗马教庭 是西方教会 东方教会 是属于东正教 这是天主教的体系 也就是圣经里面的旧约圣经 那么它是一神 一个神 就是天主 天上的上主 天上的上主 一神教 那么基督教 是因为耶稣是因为耶稣降使 他在纳萨内 他在纳萨内 那他出来 受了实习约翰的洗礼以后 天门打开 按照新约圣经 按照新约圣经所写的 这是我的儿子 我所喜爱的 施洗的耶稣 反正耶稣 在河里面用河水 把他施洗 天门打开 圣灵像格子一样的降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身体发光 他开始弘扬 弘扬他的福音 我们讲的是福音 所以我们讲的新约前书就是 马太 马可 路加 耶翰 使徒行传 这样子下来 马太 马可 路加 耶翰 使徒行传 这个福音 四福音就是马太福音 马太 马可 罗家 约翰 这四个福音书 跟使徒行传 所有的使徒 耶稣的将来弘扬的使徒 耶稣在33岁的时候 他就在到来耶路撒冷 圣城 那时候还是罗马帝国的时候 罗马帝国因为他的势力 耶稣的势力很大 就以莫西友的名字 把他定在十字架上 那个时候的总督 在耶路撒冷那边的那一省的总督 叫比列多 我只是用台语话音 比列多 他把他判处定十字架的 那时候耶稣死的时候才33岁 他也是一神 就是上帝 上帝 然后他是子 父 子 圣灵三个合一 父 就是耶和华 耶稣跟所有的天使 合起来三个合一 的一神的信仰 结着呢 是穆罕默德 在这个先知摩西 带领着这个西伯来人经过红海 在旷野流浪那么多年 到了西奈山 摩西指着迦南地讲 那是上帝赐给你的 土地你们要在那里 那地方叫巴勒斯坦 就是巴勒斯坦 现在的巴勒斯坦 耶路撒冷变成三个宗教的圣地 一个就是犹太教的圣地 一个就是天主教的圣地 一个是基督教的圣地 还有穆斯林的圣地 穆斯林的圣地有三个地方 一个是麦加 麦地那 跟耶路撒冷 那穆罕默德呢 六十三岁 他过世 他出生的时候 本来是很有钱的 后来家道中落 他就帮人家牧养 小的时候牧养 后来他凭着他自己的努力 就跟一个寡妇 赶这个骆驼 去做骆驼商人的首领 后来这个寡妇 四十岁 就嫁给二十岁的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的第一任妻子 是一个寡妇 穆罕默德呢 穆斯林穆罕默德 到最后他一共娶了十二个 十二个老婆 一共有十二个老婆 很羡慕啊 所以《古兰经》里面 《古兰经》里面有讲 一夫多妻 一夫多妻 一夫娶四个老婆 那是可以的 但是他们也主张一夫一妻 不是说没有主张一夫一妻 《古兰经》里面写的 我看过《古兰经》 师尊看过了 全部看完 从头看到完 那是因为 麦迦跟麦迪娜中间有一个圆洞 穆罕默德到那个圆洞里面 看见了 这个 迦迦的一个 迦迦的一个天使 那个天使跟他讲 你是最后一个先知 摩西也是先知 耶稣也是先知 然后 他是最后一个先知 然后把上主的启示 告诉他 后来的地址把它编成《古兰经》 是这样子的 这个穆罕默德的 这个穆罕默德的 他也是一神教 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 基督教的意思是这样子 当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如果耶稣再来 这个灵魂会跟 这个埋葬的尸体结合在一起 那么人会复佛 跟着耶稣一起上天 这在《启示录》里面有记载 其实伊斯兰 这个穆斯林也是这样子的 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 灵魂会跟埋葬的结合在一起 你信那穆斯林的 一样一起升天 一起升天 一样一起升天 那么我以前读圣经学院的时候 我知道基督教 这是一个天国 一个地 一个天国 一个地 那么穆斯林也是一个天国 一个天眼 他称为天眼 天的原地 也是一样是天国 一个地 是一样的 但是去那里以后呢 人 不能够成为上帝 因为上帝是神 祂是一神 人永远不能成为上帝 佛教有不同的地方 这世界上几个宗教你比较起来 像犹太教 东正教 东正教 天主教 基督教 穆斯林 你等一下看 他们都是一神教 一个天堂 一个地 是第一 金刚间不一样 为什么是第一稀有 他不是一个天 也不是一个地 第一 他讲的是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这六道就已经差很多了 一个是天 人 阿修罗 第一 恶鬼畜生 有六道 六道的轮回 那么天也不是一个天 有所谓欲戒天 有所谓欲戒天 这个色戒天 无色戒天 有三戒天在 不是一个天 其他的宗教都是只有一个天 一个上帝 一神而已 一个上帝 一个阿拉 上帝就是阿拉 就是上主 也是天主 所以当然是第一稀有 因为只有释迦牟尼佛能够讲得那么清楚 那当然是第一稀有了 而且还不只是这个 他超越了天 超越过天 你在天的还是要轮回 按照佛陀的释迦牟尼佛讲 在天的还是 福报响尽的 你还是要轮回 这是其他宗教所没有的 其他的宗教就是到了天就停止了 到了地狱就永远地遭受佛行 其实 穆斯林的地狱 基督教的地狱 跟天主教的地狱 都是佛行 都是佛行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佛行 那不可能 就是一个天 一个地 一个人 就是一神 一个神 一神 一神教 只有一个神 佛教不一样 佛教他摧毁一切 这无我相的精神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个受者 就代表时间 众生相 代表空间 我 大部分人都是以我做中心 以这个我做中心 其实其他的宗教 都是以这个我做中心 释迦牟尼佛讲的法不一样 是把我摧毁掉 金刚经里面就讲无我相 就是把我这个我摧毁掉 把你有这个欲望的这个我摧毁掉 那当然是 在世界上 所有的世界上的宗教 都是有我的宗教 只有释迦牟尼佛讲无我的宗教 无我的宗教 如果说是宗教的话 那就是宗教 不是宗教的话 也根本讲不是宗教 宗教也是一个名词 既然无我 这个只有释迦牟尼佛讲得出来 没有我 就没有欲望 但是 其他的宗教都是有我 有欲望 只有释迦牟尼佛讲 没有我 没有欲望 没有我没有欲望 这就是第一西佑 你如果没有欲望 你修到你完全没有欲望 你就是圣人 你就是圣人 怎么不是圣贤 你没有欲望 因为欲望才会变成业力 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法 是当你的通通都没有欲望 这个我没有了 就没有欲望 你经常想念你是空的 没有这个我 你就不会产生欲望 既然不产生欲望 你这一切行为就合乎天地的证人 圣贤 合乎天地的圣贤 因为欲望产生的业力 没有欲望的人是不会产生业力的 根本没有业力 也就是无生之因 无死之因 没有生死 就是永生 这个永生就是涅槃 跟其他的宗教的永生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第一稀有 这是卢士尊才能够讲出什么叫做第一稀有 那佛教讲的五读嘛 贪 惩 知 宜 曼 财 财 赦 民 十 岁 都是欲望 这个都是全部要破除的 财 赦 民 十 岁 这个都是要破除的 贪 赫 贪 财 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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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要破除的 宜曼 都是要破除的 能够破除了 你欲望没有了 月律就没有了 你就进入涅槃 进入涅槃 佛教讲的涅槃就是永生 无生之因 无死之因 这是释迦牟尼佛讲出来的 这个叫做第一稀有 所以我常常比异 我每一次都比异夜球 夜球没有人 夜球既然没有人 那什么是善呢 什么是恶呢 没有啊 没有善恶 没有人哪里有善恶 那在夜球上 你还贪什么呢 如果你一个人在夜球上 你贪什么 财 你也不会贪吧 赦 你也不会贪吧 民 你也不贪吧 吃 你也不会贪吧 睡 你也不会贪吧 都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 释迦牟尼佛讲 什么都没有 才是实相 中国的这个皇帝 我不是讲一般的这个 这个当皇帝的皇帝 是最早的中国人的祖先 宣言士 那个叫皇帝 黄色的皇帝 中国的皇帝 问道于广城子 那么中国的圣人孔子 问道于老子 同样一句话 老子跟广城子都同样一句话 智虚 你问我 道 我跟你讲 智虚就是道 智虚 智 也就是什么都没有 你居然什么都没有呢 那是百分之百的清净 根本没有遗忘 只是百分之百的圣贤 百分之百的圣贤 所以金刚金啊 是不坏的 所以是diamond 钻石 有的西方人称为钻石金 diamond 最贵的 不坏的 金刚金是不坏的 什么都没有哪里会坏 就是因为有才会坏啊 你若有我 这个我会老 会死 当中所制造出来的业 就变成你轮回的原因 当你修道 无我的时候 你不坏啊 你就得到永生啊 这意思就是这个样子 按照佛经里面所讲的 有欲望就一定有业 所以我学佛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因为释迦牟尼佛所讲的 跟一神教所讲的 是不一样的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所以 世人既为第一稀有 这个稀有 当然是第一稀有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 他没有欲望 他没有欲望 那是没有欲望的神仙 一天地同受 跟天地之间同样的受 为什么灵魂一定要执着这个肉体 要合作这个肉体 才能够升天呢 灵魂就直接升天就可以了吗 我的怀疑是这样子 我的怀疑 一神教讲 为什么他要 在墳墓上弄个石 是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 信耶稣的 他可以肉体又可以出来 跟灵魂结合 而且到天国 永远保持青春 永远青春 我不知道他的青春是几岁了 总之就是很年轻 就是很年轻 然后永远保持这样子的身体 但死的时候 那个肉体都已经腐烂了 哪里还有肉体呢 所以灵魂就可以直接升天了 这个佛陀讲的这个肉体是没有用的 我们这个身体是没有用的 而且是越来越老 越来越老 老到最后就死了 到时候就化成飞了 化成土 就是土啊 就是飞了 哪里还有人在呢 哪里还有人在呢 为什么不灵魂直接就升天 还要灵魂跟这个 浮沐理念的人结合 然后再上天国呢 这古南经也是这样子写的 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子写的 所以我在这里是讨论 跟大家讨论世界上的种种的宗教 世界上的种种的 跟佛所讲的 佛所讲的 把这个自我弃除掉 化成为永远存在的清净的身体 可以这样子讲 也就是说 当你没有欲望的时候 你就跟天地共存 跟天地共存 那个就是涅槃的境界了 涅槃的境界 所以这个是属于 世人积为第一稀有 我只能够这样子讲 第一稀有是这样子 是第一的 是非常稀有的 因为它没有我 没有业 没有生的原因 也没有死的原因 它是永存的 永存的 这是不辣 这是不辣 那么后面这个就可以解释了 何以故 为什么呢 此人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则相 所以则何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相既是非相 因为会坏掉嘛 就是非相嘛 根本就没有 人相 众生相 受则相 既是非相 接着所有的人相 这个还有一切的空间 时间 也都不是相 何以故 为什么这样呢 离一切诸相 是明诸佛 离开这些相 完全百分之百的清净 就是佛了 就是不辣 讲到这一点